其實天蠍女真的很好追 因為都沒有人追 梅花系列終於來到天蠍女了 什麼 天蠍女沒桃花 沒辦法 誰叫我們天蠍女的外表寫著 我難搞 來啦 其實嚴格說來 天蠍女是不缺桃花的啦 不瞞各位說 我以前長得可是很像個難得喔 但是 那樣的我依然有桃花 講到梅花系列 照理說我們天蠍 不應該有機會梅花的呀 只能說 雖然蠻多天蠍女過去情史輝煌 但隨著年紀漸漲 桃花的確越來越凋零 一來年紀大了的天蠍座 看起來就是更有威嚴 或事業更成功 會給人不好惹 或者是不好追的印象 所以啦 像我每天都告訴自己 看起來要很閃一點 好相處一點 我們要很刻意很刻意 才能讓自己看起來好相處一些些 可是沒辦法 只要我不笑 大家就會覺得 哇 好像一尊神像在那邊 而且你要知道 天蠍真的很喜歡穿的全身黑 眼神又還滿有殺氣的 就會給人生人無盡的概念 也有可能 有一些比較沒有自信的天蠍女 乾脆把自己打扮得很中性啦 頭髮越剪越短啦 天天牛仔褲T恤啦 會讓人覺得 她好像不需要愛情 但所有巨人於千里之外的表象 都是假的 天蠍女的外表雖然很冰山 但她隨時在等待你把她撬開來 來 劈開我們 但是沒有人撬 我們就會變得很熟練囉 所以我們很擅長單身 而且一單身就是長期單身 一個人生活 三年起跳 沒問題 某種程度 有可能是前一段關係 真的把她給嚇壞了 覺得得花點時間好好愛自己 也有可能是 每一個天蠍女都 內建了一個男生 我們什麼事都可以自己來 不需要被人照顧也OK 有時候被人照顧還嫌煩呢 不過天蠍女 遇到心動的對象 是有可能主動追人的喔 主動塑造機會啦 主動靠近啦 或者是很關心對方的行程 想知道你跟誰聚會 等等等等 這些就是天蠍女在意你的證明 不過因為她臉皮薄 很怕自己自作多情 所以在沒有確定之前 死都不會告白 老師可是有時候真的看不出來 這個天蠍對你有沒有意思 我覺得天蠍的 最終最終的問題就是 我們真的拿捏 我們要不認就零 要不然就一白 不然是冷冰冰 不然就是整個熱熱的融化 然後 所以前面別人覺得 哇喔 你好像是怎樣 可是一旦我們開門接受她 她就會覺得 你是另外一個人 怎麼回事這樣子 就是有時候單身久了 有點不太會談戀愛了 好吧 我給你一些建議 就是 要相信別人 不要太相信自己 請別人幫你判斷 OK 加油 而且天蠍有一種症狀 平常不高興會忍 但如果對方一犯再犯 天蠍女一忍再忍 到最後她很可能累積太多 就會破山爆發 然後在奇怪的點上生氣 那因為是奇怪的點啊 所以對方就會覺得 天蠍女的脾氣真壞 長得已經很可怕了 脾氣還這麼壞 還是離遠一點好了 就把對方給嚇跑了 其實天蠍的生氣是有脈絡的 不過搞不清楚狀況的人 就會覺得天蠍好像很情緒化 所以你敢相信嗎 遇到這種不了解她的 天蠍一下子就想打退堂鼓了 再來就是天蠍真的情路坎坷 很多人說天蠍是 錯 你們不是吸引 你們是平序 這還真的只有天蠍做 可以把一個好好的男生 寵成渣男 因為天蠍女真的很有幫覆運 只要是她的另一半 她就會動用自己的人脈 金錢去幫助對方 幫對方創業 幫對方理財 幫對方搞定內部的大小事 有些男的就不懂珍惜啊 有錢有地位之後呢 就會開始瘋騷 開始劈腿 不知感恩 所以天蠍做就是 問題就在拿捏分寸 就是怎麼樣幫得剛剛好 又怎麼樣不失去自我 有時候天蠍如果在關係 裡面對自己太好 她是會有罪惡感的 然後因為她會覺得這樣 代表不夠愛對方 所以在拿捏不到分寸之前 很多天蠍做就沒辦法 把戀愛談好 這是天蠍的問題 天蠍做真的要先從 愛自己開始 你足夠愛自己 你才能夠把一段關係 進入好 先維護自己的想法跟權益 而不是因為別人的前就 一定要記得這件事喔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洋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 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呢 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嘗試 或占星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